大家好,我是王狗 蝶仙是我們平常常常玩的一種通靈遊戲 但大家知道蝶仙的前身其實叫做伏雞嗎? 每一集都在叫喔 每個人都在留言 好可愛喔,一直叫喔,好奶喔 走了 伏雞就是我們常常在廟宇看到的 神明會附在一些雞身上面 用他們的電機木在沙盤上面作畫 告訴大家一些神明的指示 而這個東西演變到後來 中國人就用蝶子來替代電機木 字盤來替代沙盤 而演變成了今天的蝶仙 而在國外呢,就因為占卜的文化 演變成現在所謂的占卜版 那今天呢,我們要做的都市傳說非常的特別 它是從一個非常小的小鎮流傳下來的 而來源已經不可考了 也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它這個仙的名字就叫做 不知名的仙 這個仙的意思呢,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名字的仙呢 所以我就上網Google了一下 我發現這個仙很多人有嘗試做過的 而且也都各自發生了不同的事情 所以今天這一集 我也同樣是抱著驗證的精神 找了一個完全不信邪的人 孫安佐 大家有看過我之前跟他的探險影片嗎 他對於鬼魂是一概完全不相信的 所以我還蠻好奇說 這一次我跟他一起做這個不知名的仙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要先一起召喚不知名的仙 接著把我們準備好的道具帶回家 共度一個晚上 看那個晚上發生什麼事 這一次的都市傳說挑戰 我個人覺得蠻酷的事 一直都不信邪的安佐 他在回家睡覺的時候 竟然跟我說 他撞鬼了 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那天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準備要睡覺一樣 關掉大概隔個幾分鐘之後 電就突然停電 就那個房間而已 就單獨那個房間 然後超猛 然後我就想 沒錄到很可惜你知道嗎 之後我真的覺得很毛樣 而且他不是只斷電一次喔 我想說 嗯 應該只是普通的跳點什麼吧 繼續睡 他又突然停電 剛剛一樣也是過幾秒才這樣 然後我就 我進去就覺得好靠悲喔 就直接直接乾掉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鐵齒的樣子 以前常常沒有遇過這種事 那我那天醒來之後 我就趕快把那娃娃給人了 你是真的第一次遇到這樣子 因為通常我家真的一個電路有問題 他不會是單一個房間突然停電 其他地方都是這樣走 結果我在的那個房間是突然暗掉 那天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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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仙 前仙 蝶仙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吧 我們那個時候呢 就一起去拍了蝶仙 我們今天 延續那個仙的系列 我們要拍第二種仙 不知名的仙 你會害怕嗎 我只要相信我自己身上的力量 這樣真的遇到沒有那麼害怕 遇到的話就只能靠自己的拳頭 對這也是我會去建設的原因 今天呢 要挑戰的儀式法是這樣子的 首先 我們要 一人拿著一隻羊娃娃 到陽台 拿著他縱山圈 之後就把娃娃拿回自己的家裡 放在床上 對他垂山下 知道為什麼他會北宋的他想法 就是幹什麼 他就屁孩啊 垂山下之後呢 就是幫他睡覺 有可能在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應到有人敲人的房門 或者是娃娃出現一些恐怖的現象 好OK 現在就準備 出發去陽台吧 人定勝天 觀眾今天我們是要物體驅魔的 我和安佐現在就來到了陽台 安佐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娃娃 沒錯 這一隻就是安佐的娃娃 去不到交易 等一下 就是一個這樣的娃娃 我大概12點 凌晨3點的時候會打給你兩通 保持聯絡 看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我睡過頭怎麼辦 睡過頭就知道你沒出事 那我們就先由安佐來挑戰 我現在要帶著這個娃娃走三圈 你要虔誠的走三圈啊 虔誠 虔誠 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都不太曬衣服的 都用紅乾 現在才發現你衣服上面寫02耶 Origan Franks 02 接著輪到我走三圈 我被嚇回跳 因為我沒有戴眼鏡 就是人 對啊 剛剛走過去的時候 剛剛你也是人在那裡 你以為啊 是小年出現了 接著 我們現在就要回各自的家 安佐 等一下你回家就記得錄影 這個時間 12點30 保持聯絡 如果有任何事情的時候 記得打給我 然後我有任何事情也會打給你 OK 分別回家見吧 大家好 我現在剛剛回到家裡 等一下 我們就即將跟他一起睡覺 現在的時間呢 差不多晚上10點 等一下呢 會先吹他三下 就準備睡覺 期待來 不知道今晚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個人是覺得 感覺應該是不太會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 第一天一點的恐怖感覺都沒有 不然打給安佐看看 看他們遇到什麼事情好了 今天要準備睡覺了 突然預覺來預覺了 這娃娃好像有點 邪門一樣 奇怪 沒接 他該不會被娃娃 更的吧 反正我等一下12點3點 再聯絡他一次 那我們就先去洗澡 沒有在我這啊 我來站你一下 他就問我說 我現在愛美麥在我這嗎 他看我一出去 我媽說 剛剛突然 跑去躲起來 再打一個平台 根本不會躲位置 然後把他抱起來之後 心跳超怪 我不知道跟他有沒有關係 但應該是沒有 因為我個人真的覺得 沒有任何的 奇怪的事情 可是又聽了人家說 狗有可能會看到那個東西 尤其現在又是7月半 嗯 不知道 真的難說 好吧 反正我先洗澡 我喜歡找回來的 那我睡了鬧鐘 12點3點 就等時間到 現在就打給他走吧 我的天啊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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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 好像 11點多 左右的勝利 始終剛好把他起來 我剛剛睡一路 我是覺得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現在都用不覺得答應做 問問看他看那個 我還好不好 奇怪 他剛剛訊息 我打給他 他也沒有回我 現在12點 然後我打給他 他也沒有回我 但是不知道 你只要做這個 都市傳說啦 我留個言言給他 繼續睡吧 好嗎 我給大家現在的時間是 三點四分 人家嚇了是我手機充了那麼久 還是一趴 我覺得這應該比物資傳說還恐怖 好像還沒有回我 會不會真的出事啊 還是這樣回去 如果我就睡了 好痛 聽到嗎 橋不深 不是右邊這個橋東西的聲音 右邊這個橋東西是下雨的聲音 但是看到一般傳來 橋不深 有沒有信息一刻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路到 一般這邊傳來的 橋不深 對我不知道 我去看一下到底是有沒有路到 對阿我覺得 安卓在前面沒有見面 會不會我覺得 等沒掌上的時候 等他自己回電給我 你會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 就 繼續錄影 繼續睡吧 看到早上 會發生什麼事 對 那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是都還好 比較擔心安卓那邊的狀況 啊 好 又是我們後續感人的時間啦 安卓的片段 他看起來是完全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他似乎也沒有錄到他說的 電燈關燈的現象 可是我必須跟各位講 真的是我們第一次看他這樣 看一件很新奇的視角 靠這種感覺 是不是小和 我真的不得而知 至於我呢 我這度算說 到現在拿這個娃娃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娃娃 看寶貝這樣就知道了 對如果 他真的有發生什麼事的話 我家的貓咪應該也會 有一些反應吧 不知名的先呢 我個人是覺得他沒有頂點 現在還要比 說吃吧寶貝 不過呢順道一提 那個時候拿這隻娃娃 回來挑戰的時候 我也有發生了一個巧合 大家知道我要去女鬼瀑布嘛 去女鬼瀑布的時候呢 會帶上一個陰陽點的人 跟我一起去 恰好不好 那個有陰陽點的人 他第一次來到我家的時候呢 就是我跟安佐 召喚玩娃娃娃的隔一天 那那個陰陽眼的人 來玩我家之後 他就說 我家有一個女人 如果要以他講是真的 然後這個娃娃 如果他真的有鬼的話 那可能 其實因為他包含把這個娃娃的領情種 我覺得凡事都有可能嘛 他講我那樣 或許我們這個娃娃 根本也沒有怎麼樣 也有可能 安佐加色巧而已 也有可能 覺得一切的一切 我們只能繼續拍下去才知道了 等沒長上的時候 跟他自己回電給我 我們去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好 那 就 繼續錄影 繼續睡吧 看到早上 會發生什麼事 對 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是都還好 比較擔心安佐那邊的狀況